佛门里头身材有大道啊 你想要发财你就不是啊 中国人 现在我不晓得 我知道古时候供财神呢 供谁啊 范利 吴月春秋 诸要读过就知道这故事啊 吴仙神灭了月 月王勾建真不容易啊 受尽了耻辱 最后他成功了 他复兴了 在历史上说 国家亡了再复兴 太少太少了 他这是一个历词 他有两个好帮手 一个文忠 一个范利 忠心耿耿的两个人 可是范利很聪明 范利知道 勾结 这个人可以共患难 不能共富贵 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他用你 言听计从 国家复兴之后 他告诉文忠 我们要赶快离开 不离开 就会有灾难来了 文忠不相信 啊 结果文忠真的 勾建 刺一把宝剑给他 让他自杀 啊 范利就逃走了 范利带着西施 逃走了 改名换信 就逃入宫 做生意 啊 做了几年发财了 發了之后 把财通通通布施 布施给贫穷的人 财散光了 从小生意再做起 做几年又发了 三举三散 啊 啊 这说明说 你命里有这个财 你舍不尽点 你舍了之后 马上就来了 越来越多啊 越多越散了 所以中国共 范利为财神 有道理 啊 你真正想发财 你就学他 啊 财不是嘛 啊 那佛给我们讲了 啊 用法不失 得聪明智慧 无畏不失 得健康长寿 啊 什么叫无畏啊 众生有灾难的时候 你全心全力帮助他 啊 帮助他利苦得落 啊 免除这个灾难呢 这就是无畏 啊 别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病苦的时候 啊 你真肯干啊 你修这三种布施 你得三种果报 得财富 得聪明智慧 得健康长寿 这三样东西 谁都要啊 不管你是哪一个的人 哪个族群的人 啊 哪一种信仰的人 他通通都要 您说这三样 啊 他没有一样反对的 啊 佛法里面教人哪 啊 一点都不错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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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